莫丹林前进嘉义县主旗乡文丰村 往观音瀑布的路上 可以看到沿途柔长寸断 雨水夹杂泥沙 不断从山上倾泻而下 形成小瀑布 道路充满滚泥水 车子前进得冒险涉水 而看到前方的车辆 已经激起了超高水花 后方车的驾驶进退朗南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行驶 再往上整个灾情惨重 土石从高处不断滚落 冲刷而下 附近的民宅也造成多处回碎 让我们听一下稍早访问 好可以听到这户民宅 去年因为土石流 导致家中亲人的棺木遭到覆盖 今年又因为台风面临灾情 这也让他们感到无奈 盼相关单位能重视帮忙想想办法 以上终于找到最新情况 先把前镜头交还给彭丁主播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